这可真是太让人着急上火了 康特的脑子难道是装的水吗 怎么就如此不开窍 如此想不明白这其中的关键呢 周围的风声呼呼作响 仿佛也在为他这糊涂的决定而叹息 昨天 康特满心疲惫地回到家后 想看看阿祖法母女有没有回家 但他从妈妈口中意外得知了 老者已经找到了阿祖法母女的重要消息 然而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他并没有当即马不停蹄地去找老者 反倒是在家里 一直揪着卡车钥匙的事情 和妈妈她们不停地纠缠不休 而今天 康特依然独自在荒野里寻找阿祖法母女 昨天 为了拿到卡车的钥匙 康特最终也并没有选择离开 而是在那辆卡车里将就着休息了一晚 就在今天早上 还是妈妈将他从睡梦中叫醒的 康特在卡车里度过的这一晚 休息得极差 整个人看上去似乎更加的疲惫不堪 双眼无神 毫无精神 仿佛被抽去了所有的力气 而他醒来之后 便立刻火急火燎地到房间里寻找小伙子 一心想从他那里拿到卡车的钥匙 但妈妈不停地告诉他 卡车的钥匙根本没有在小伙子那里 而是在老者那里 然而 不管妈妈如何苦口婆心地解释说明 康特就是铁了心 认定了钥匙是在小伙子那里 完全听不进妈妈的话 而康特在精心打理完头发后 一脸诚恳 推心致富地和妈妈说道 你以前深爱着父亲的时候 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离开他 我现在也是这样的 我爱阿祖法母女 所以我根本离不开他们 而妈妈听到康特的这番话后 却是瞬间怒火中烧 彻底爆发了 直接大声告诉康特 那既然如此 你可以跟他们走 但康特坚定地表示 只要能拿到车钥匙 自己马上就会离开 但妈妈依然不停地告诉他 钥匙在老者那里 而康特却神色严肃地表示 不要去打扰老者 他已经帮了自己太多太多了 康特现如今可以说是对妈妈失望到了极点 他压根不再相信妈妈所说的任何话语 在他心里 固执地觉得 妈妈就是和杰斯以及小伙子 沆祸一气 是一伙的 他坚定地认为 钥匙就是在小伙子和杰斯的手中 但他却不知 车钥匙还真就实实在在地在老者手里啊 原来 老者之所以这样做 就是担心 妈妈拿着车钥匙会把车给卖了 或者直接交给了小伙子 在妈妈那里费尽口舌 百般讨要 却始终得不到钥匙之后 康特满心无奈 只得幸幸地离开了 他深知杰斯正在想方设法地找阿祖法的麻烦 这一情况让他的内心充满了忧虑和不安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 他最终下定决心 先去找到阿祖法母女 确保他们的安全 之后再来想办法拿车钥匙 康特再次踏上了充满艰辛的寻找阿祖法母女之旅 在小编满心以为 康特在知晓老者掌握着阿祖法母女的消息后 今天无论如何都会直接去找老者 获取准确的位置信息的 但令人意外的是 康特却是并没有这样做 他依旧如同以前那样 凭借着自己的直觉 在漫无边际的山地中 盲目地寻找着 他每看到一个游牧家庭 依然会毫不犹豫地上前打听情况 现在看来 康特着实存在着相当大的问题 他仅凭一腔孤勇行事 从来都不会冷静且理智地去思考问题 总是盲目冲动地去做决定 以至于常常让自己陷入困境之中 如今全世界仿佛都知晓了 老者知道阿祖法母女的下落 就连他自己也心知肚明 然而他却就是不去找老者 依旧在那荒无人烟的旷野之中 形单影之地独自苦苦寻找 而在经历了这番徒劳无功 毫无收获地寻觅之后 他的眼神中没有丝毫地动摇 依然无比坚定地表示 我只爱阿祖法 无论如何 我一定要找到他们 康特这份执着而深沉的爱 确实令人不禁为其深深感动 但也为他的不开窍而着急呀 或许他是出于不想去打扰 和麻烦老者的心思 但他却没有仔细想过 这件事对于老者而言 实际上真的仅仅是举手之劳罢了 而当下 老者的外孙也被偷走了 他若是去找老者 在能够顺利找到阿祖法母女的同时 也是极有可能给予老者一定帮助的呀 此刻 夕阳的余晖洒在空旷的原野上 拉长了他那落寞的身影 草丛中的虫鸣声此起彼伏 仿佛在诉说着他的执拗与迷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